經長度傳染的甲型肝炎 在香港不算普遍 每年平均確診數字不過200宗 其實有沒有必要接種甲型肝炎疫苗呢? 其實甲型肝炎是一個急性肝炎 即是個人會很累很累沒有力氣 還有有機會可以產生整個人黃曬 叫黃膽的反應 也有其中起碼一半的患者 會有逃柯一輪的反應 其實大部份患者都是吃了不乾淨的 例如海產、蔬菜 或者喝了不乾淨的食水而引起 但也有人傳人的機會 例如一個人發生甲型肝炎 所有排泄物和體液 都有機會傳播甲型肝炎這個病毒 所以性交或者是由不乾淨的手 傳給別人其實都有機會 甲型肝炎疫苗需要注射兩劑 之後就會終身免疫 但有一類人士不需要接種 因為甲型肝炎本身是一個終身免疫的病 若果種過一次的患者 理論上是不會再種第二次的 我們一般會幫他驗一驗 甲型肝炎抗體 驗到出來 若果他真的沒有感染過甲型肝炎 才值得去打疫苗 若果他已經有這個抗體 那種情況我們不需要再打疫苗針 香港並非甲型肝炎的高危地區 不過醫生提醒有兩類人 尤其需要接種 一類就是他本身自己是高危的 譬如包括月型肝炎帶菌的患者 丙型肝炎帶菌的患者 甲型肝炎在一個普通人身上感染到 他致命風險是不高的 但若果他是感染在一個月型 或者丙型肝炎慢性帶菌的患者身上 無論發病去到暴發性肝炎 或者死亡的風險都是大大增加 第二就是經常去一些外地旅行 或者去一些落口地區工作的人 最好都是打造會比較安全 香港在2016年曾經爆發 男男性接觸者的甲型肝炎感染 那是不是意味著 男性比女性更易感染甲型肝炎呢 其實這個又不正確的 主要原因是因為甲型肝炎發病期間 排泄物裡面會含有高量的病毒 由於男性性接觸 他們接觸到排泄物的機會比較高 所以有機會在那個方面 可以感染到甲型肝炎 醫生說所有人都可以接種甲型肝炎疫苗 接種之後也不會有副作用 其實絕大部分的人打完是沒有任何反應 沒有任何不舒服 除了針口位會有少許痛 有非常少數的患者 他本身可能對這個營養有一個敏感反應 譬如包括局部的地方 可能出痛疹、腫 但這個一般都會自己消失 就來過新年 但是臉還未準備好 Alice 怎麼辦 如果用香薰來護膚 其實可以解決到臉部很多問題 例如最常見是黑眼圈 腐紋、苦紋、肝紋 因為植物油可以做到很好的保濕 甚至大家最關心的是V面 香薰的淋巴急救按摩 其實可以幫到以上那麼多的問題 健康平台特別邀請了Alice 教授香薰瘦臉美容急救班 教你正確淋巴按摩手法 調配具不同功效 又最適合自己膚質的護膚油 還會送你一支價值198元的限量版瘦臉油 快點報名參加 齊齊過一個熔光滿發的新年 記得訂閱果子啦 還要按鈴鐺 來聽嘛